2007年打拐到现在 上官正义已经坚持了11年 他解救了无数个家庭 但是自己却常常深陷险境 由于长期和犯罪分子打交道 他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恐吓性和威胁电话 甚至还收到过象征死亡的子弹壳 为此两任女朋友都离他而去 父母也是整天为他胆战心惊 巨大的精神压力 也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然而每当太阳升起 他仍旧坚定不移地背起行囊 踏上了打拐之路 因为让被拐的孩子与父母团聚 才是他最大的快乐 您是怎么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的 我03年退伍之后 一直在协助警方从事反爬 反传销 当然在07年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接触到了这些被拐的孩子 我当时经过领域中心的时候 就发现有一群卖花的孩子 当时看到了他们有一些 对这些孩子有打骂体罚的 从那以后 第一次接触这些孩子 我用了三个月的跟踪时间 后面协助公安机关 去将这些孩子一举解救 去抓获了后面的 幕后操纵他们的犯罪嫌疑人 这是第一次 从那一次接触之后 我自己才知道 原来在我们的身边 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你一旦把他们的孩子找回来了 这些家长是不是都得 特别特别地感激你了 可能对很多家长来说 确实也是 对我来说的话 我也喜欢看到他们团聚的样子 但是很多父母并不知道 是我将他们的孩子解救了的 那也就是说孩子 跟这个家庭重逢的时候 通常你不在现场 很多时候孩子一解救 后续的工作 就交给公安机关去做 至于他们怎么样 我相信公安机关会 妥善地处理这个事情 我也不会再去打扰 他们的家庭生活 相关正义 你看到我们的民警 把孩子送在他爸爸妈妈手里 你远远地看着 你有过这样目睹的经历吗 在湖北武汉被拐四年 一起联合公安机关将他解救了 孩子找到之后 公安民警通知他的亲生父母 要过去现场做这个DNA 当时我从刑警大队里面 走出来的时候 这一对父母已经过来了 当然我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我 两夫妇岂不成声 前面还有公安民警带着他 经过的一刹那 我能感觉到 作为一个父亲 一个母亲 能够在这个时候 找到他的儿子 我相信 他就算是岂不成声 也是一种非常高兴的 那对父母到今天都不知道 N人跟自己擦肩而过 对吗 还有很多 不管是他 然后 你跟他们擦肩而过 你继续向前走 对 不 知道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